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暑假抢挡电影一波接一波 导演朱延平指导的喜剧电影《大宅门》 找来审化一哥肖敬腾饰演纯情宅男 在片中与两位女演员上演精彩吻戏 网络猴人蔡阿嘎和人气女魔张景兰也搞笑演出 挑战观众笑点 另外法国导演卢贝松的新作Lucy 超过一半的场景都在台北拍摄 大大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加上好莱坞性感女星史嘉雷·乔汉森 和摩根·费里曼的演员阵容 结合科幻和动作元素 影迷期待度破表 法国导演卢贝松指导的动作坑坏片露西 找来好莱坞性感女星史嘉雷·乔汉森 饰演遭黑帮胁迫毒的女子 过程中体内毒品意外爆裂 强化她的脑部功能 发展出超能力 并对黑帮展开复仇 电影去年来台拍摄造成轰动 片中台北场景亮相近一小时 打响台北国际知名度 你从何时开始写中文字吗 法国电影女子汉的颠倒性世界 大胆颠覆性别印象 片中的女人国 由女性负责治国养家 男性则穿长袍料理家务 并梦想在招情大会 获得女将军的青睐 男主角杰奇为了摆脱悲惨绿绿 男扮女装潜入宫中 却意外掳破女将军芳心 一场冒险革命之旅就此展开 每一个宅男心中都有一个女神 导演朱颜平推出喜剧作品大宅门 描述四大宅男出尽奇招 追求校园女神的爆笑故事 男主角肖敬腾实验深情宅男 历经波折终于得到真爱 片中与女主角的吻戏 也成为电影卖点 网络红人蔡阿嘎和人气女 魔张景兰也搞笑演出 让影迷笑开怀 电影《那啊那啊神去村》 改编自日本畅销小说 男主角燃骨降泰 饰演平凡高中生 因为看见林烨真人广告上的 爵士美女 自告奋勇前往山林 展开伐木生活 并受到克敏委托挑战艰难任务 中央社综合报导 铁上金砖象征节节高升 华语电影《闺蜜》上映两周票房亮眼 与主角陈一涵和导演黄珍珍开心庆功 陈一涵的超级闺蜜张军令 也特别录制了一段VCR献上祝福 闺蜜顺利哦大麦哦 因为我们是最棒的闺蜜 跟她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在拍这部片的时候 我也会一直很想她 啊 就那里想 有陈一涵 薛凯奇 杨梓珊 钟汉良和余文乐等 两岸三地演员主演的电影《闺蜜》 描述三位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好姐妹 面对爱琪观念截然不同 引发一连串的友情考验 有欢笑有泪水 触动现代都会女性的心境 陈一涵在片中 除了有养眼的裸背桥段 和余文乐的亲密吻性 更让她超级害羞 她其实没有照台剧本演 然后我又很久没有跟男生 有这么多集体的亲密接触 然后又要接吻 然后她又是 你又不知道她是不是要亲你 所以你整个 其实整场是我都一直在忐忑 不安想说是不是要亲我了 诶 怎么没有亲我 其实剧本这里不是要亲我了吗 诶 她现在没有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演呢 香港导演黄珍珍 去年以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 在台湾创下近九千万元的票房夹击 目前闺蜜台湾票房 只比五千万后市看涨 陈一涵加紧催票发下好语 如果票房破译 要和薛凯琪一起裸背 回馈粉丝 中央社记者蔡玉婷 陈凯婷台北报道 专收分手纪念品的试炼博物馆 去年来台展出吸引十四万人观赏 今年暑假推出第二季主题 一个人快乐 找来情歌天后叮当 担任开幕嘉宾 现唱疗愈情歌 开展活动上 叮当也特别捐出 前男友送的项链坠子 分享这段伤心往事 那个项链的坠子呢 其实是曾经 曾经很喜欢的 那个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样子 在分手的时候 其实大家相互都伤得还蛮痛的 那今天就正好也要趁这个 试炼博物馆 然后可以把这个礼物捐出来 其实也是告诉自己 让自己要懂得放下 要去释怀 没机会穿上的结婚礼服 写满情话的笔记本 还有抓包男友劈腿时拆下的后照镜 这些平凡不过的物品 透过艺术创造 展出独特回忆 引发共鸣 我最喜欢这个站啊 就是星星光谱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作为太空人 然后他是 就是可能是用他们相关的知识 然后来做一个告白 然后我觉得很浪漫 这一对夫妻呢 其实捐出来的是老婆 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们夫妻其实感情没有很好 所以他老公就买了这件假胸布 然后就是逼他在交合的时候 房室的时候穿上 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受伤 就是可能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身体这样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他们最后就分开了 来自克罗埃西亚的试炼博物馆 巡回超过15个国家 这次来台展出110件展品 其中30多件是在台湾募集 这些心碎故事之后也将到国外展出 带给更多人感动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简余期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南韩团体C&Blue到马来西亚可以唱 虽然晚了将近半小时 团员才陆续出场 但歌迷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 全场超过4000名粉丝 一看到偶像出现 尖叫声不断 Cable is back in Kuala Kru Thank you for your rating It just one year from No one to can't stop 主唱阵容和跟大马歌迷打招呼 还特别用马来话问候大家 接着所有团员也都陆续用马来话问候 全场歌迷尖叫 还手拿蓝色荧光棒 不断挥舞 阵容和在演唱会上 几度旁野嘶吼 越唱越嗨 透过大一幕对歌迷放电外 也展现货人的才艺 和B版的技巧 更透露 马来西亚是他最爱开演唱会的地方 团员各个申请演唱 还不时来个拨头发耍帅动作 都让歌迷沉浸在整场演唱会里 四人在最后轮流到不同舞台边职工道谢 也保证会尽快再度回到吉隆坡开场 装社记者郭潮和吉隆坡报道 全台第一款3D导航 立体地图呈现著名地标 建筑物 街景等道路实景 比起2D地图 能让使用者更明确了解情境方向 开发商特别请到宅男女生张景兰站台 为活动炒热话题 现在的APP都是2D的 所以有一次就直接要走平面桥下 直接把它把它搞到桥上 立体的标志指示告诉我们 在据电信服开通后 即时交通资讯能快速下载 接受即时路况 方便用路人避开拥塞路段 导航APP内建有35万笔景点 和店家最新资讯 提供所在地周边商家优惠 台湾电信龙头看好市场 转为投资股东 那结合了整个市区网路的 所谓的路况影像的部分 也能够帮助整个导航 不再只是传统的 所谓的路径导引而已 它是活的一个导航 因为它随时随时在接收 新的路况资讯 开发商表示 原本2D导航APP会员数 就有400万户 3D目标用户数 短期上看40万至50万 未来总会员数 渴望成长到千万用户 4G时代来临 3D大量投资 即时交通资讯 更能快速应用 开发商未来还打算 和各大汽车厂进一步合作 抢攻导航APP市场 装社记者张敏燕台北报道 全球音乐电视台MTV 以播放音乐录影带为主 每年都会举办MTV音乐录影带大奖 有流行音乐界年轻人的奥斯卡之称 今年美国流行天后毕昂斯 一共入围了包括年度最佳录影带 最佳女歌手录影带等8项 在本届入围歌手中居贯 2014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 台北时间25号 在美国洛杉矶登场 更多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